我能在這裡和我以前的同志、朋友們一起為副寿的開這個追蹈會 我說這個意義是很深長的 這裡說明了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忘掉副寿 我們更沒有忘記你我和大家在以往的共同鬥爭 在談副寿的時候 我認為從一個人的生活習慣當中更能更好的說明一個人的思想 原本我是想多談監牢裡面的生活 但是時間不允許 但是我下來只能夠列列談幾點 我想首先一個問題 也許有些年輕的或者是一些人還不那麼了解 所謂牢 我現在是在這個牢裡拗過了二十年 牢究竟是怎樣的 我簡單的來說一下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和副寿是關在女王鎮堅 我建議 女王鎮堅毅 早上一開門 你就必須 拿著馬桶 放到門前 犯人 犯人還要蹲在馬桶的旁邊 而我們呢 比犯人好一點 可以站在馬桶的旁邊 等 一關點名 然後到馬桶 洗馬桶 這個就是牢的治癒 再來一個呢 再來一個呢 每一個被抓著 都必須關在 中央警署 地下室 問話 那個地方呢 就是陰陰陰暗的 是不是 一天 二十四小時 你就是在裡面 那麼在問話期間 很多人是被虐待 毆打 或者說 精神的一種虐待 其中一個難友 他竟然 被他恐嚇 怎麼樣恐嚇呢 他說 如果你不合作 我將把你的 愛人 在你面前 情報 這樣的事情都 做出來了 所以這個呢 就是 所謂牢 那麼 下來呢 我是想想說 在牢裡面的一些 生活的問題 我簡單的說 幾點 我很少看到 富壽發脾氣 遇到不同的意見 他能夠細心的聽 細心的討論 耐心的說服 這是一點 但是 這個來講啊 也許一般人是認為 說這個是一個 所謂涵養的問題 我說不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說 能夠懂得 應該要怎麼樣的 對待問題 怎麼樣的解決問題 這個是一個思想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 方法的問題 所以這呢 都 我們都應該要向他學習的 再來呢 他非常詳細 他對 他會講華語 但是不會 不會 不會 不會讀 所以在牢內呢 我們的一些同志 經常把華文的一些重要消息 讀給他聽 他欣然的接受 但是 也許 一些人是做不到 對不對 你 我不懂 你來讀給我聽 是不是 如果是高高在上的人 接受不了 但是呢 富壽 絕不是這樣 因為他懂的 知識是群眾性的 群眾有好的 有知識 我們就應該聽他 接受他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 觀點呢 是非常 對的 對不對 所以 接下來 我還要談一點 我認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 富壽 清祥 呃 人貴 或者是說 蘇坎 在他們的周圍 經常都會有一些其 其他民族的同胞 他們是那麼融洽的 在一起 顯然他們是怎麼樣呢 一定能夠做到 互相尊重 互相了解 尤其 尤其重要的是說 他們是 可以說 在思想上 理想上 的溝通 所以他們能夠 結合在一起 這個呢 在我們這個多元 民族的國家裡面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應該要重視 他們以往的這些作風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談 富壽的一些政治活動的問題 富壽是在南大社會主義基督部裡面活動 他是裡面的領導人 當時他這個活動呢 就是說 他們是以社會主義的運動 來推動這個 反殖民地的鬥爭 而華校呢 他們是以捍衛民族教育 支持南大 在社會上呢 反王運動 接下來呢 一個最了不起的呢 就是反兵役的鬥爭 五一三事件 再來呢 華校生 在那個時候也是在全力鼓舞工人 團結工人一起鬥爭 沙場的工潮 當時的華校生的支持 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也就是在這樣的一個 政治鬥爭底下 接下來呢 行動黨的成立 行動黨的成立 還是以什麼呢 社會主義的行動黨 和後來的設政的成立 這一點呢 我說是和當時馬大的社會主義 的社會主義運動 是有一定的相關的 所以呢 談到這裡 我就要強調一點 那個時候的學生運動 華校的學生運動 南大的學生運動 是進步的 他之所以進步呢 是怎樣來的呢 我認為應該是說 他受到世界的 這種潮流的影響 當時世界的潮流是怎樣呢 反地反制社會主義運動 這個是當時的社會潮流 這個是當時的社會潮流 再下來了呢 就五十年代呢 是抗美人 抗美人朝的鬥爭 下來就是 越南的戰爭 所以這些呢 都再在說明了 就是說 反帝、反封建、反自民地、社会主义的运动的斗争 在当时广泛的展开 所以这个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潮流 使到我们这边的运动也是结合 换句话说 可以说整个斗争 我们这边的斗争 也就是世界斗争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是受着世界潮流的影响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进步的反制的一种斗争 所以在这里呢 我觉得 不会是华孝生的反制的斗争 不会是 由于说中国 武士运动的施潮的影响 而促成的 我说我国的学生运动 反制动力都是当时的这个 在反帝反制社会主义运动的潮流下的产物 再来有一点我要谈的 就是说我们在反制运动当中 我们就提出另外一个旗帜 就是社会主义 也就是马大手宣扬的社会主义 我说这个有深藏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独立了以后 就是必须要走这个社会主义的道路 只有这样我们的问题才能够解决 所以这个社会主义啊 那时候可以说是给我们斗争的指标 因为我们懂 独立不一定问题就是解决 以我国的历史 我就可以来说明 我国不是独立了吗 但是我们的民生问题有没有解决 与最近低薪质的问题 在报章上呢 就有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报导 一个女 一个女倾介工人 十多年来 她的薪金呢 就是七百五 我们都问 为什么是七百五 这个是一个 高度的一种剥削 当季怎么讲呢 我们通过培训 通过提高生产力 来加薪 我说这不是问题 我们要问的是说 它的底线为什么是七百五的 又有人说了 哦 这是承包商的问题 我说也不是完全是承包商的问题 当季当你对卫生工人破款的时候 你已经定了这个卫生工人呢 承地的功能就是七百五 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 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 我们这样的一个政府 对劳动人民的一种 一种评价 就连到我们最近 我们本地的一些经济学家都有提到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 它的社会价值 虽然它的能力是低 但是它的社会价值如何呢 我们说卫生工作的价值如何呢 它工作辛苦又张又臭 但就就是因为这样 它把这些又张又臭的问题呢 由他们来面对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 所谓清界的发源城市 我们才会有一个所谓说 优雅社会 对吗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这样提呢 因为我们的斗争都立社会主义 这个就是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有关 我们理解 在今天来讲 如果我们人民不能够当家做主 那么我们受剥削 我们受政治压迫 政治迫害 不可避免 22事件前后几百个人被抓 这不是说明了这个社会的一种 这个一种问题吗 所以讲来讲去 这个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还是一个社会有没有 人民有没有当家做主义 有没有一个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那谈到时候 我们在牢内 我们和副寿 他们谈的问题最多的就是社会主义 他曾经告诉我们 他读完马克思的资本论 鼓励我们也应该重视理论的学序 我呢也学到一些 但是当我离开监牢的时候 一些同志一些朋友问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重整设政继续斗争 当时我没有办法回答 但是在今天看来呢 问题很清楚 设政虽然是没有存在 但是人民的斗争没有停止 工人党提出打进国会 把国会变创造国会 成为世界的第一国会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斗争 所以这种斗争 先后会有更多 还有今天的全世界都在斗争 美国人民已经喊出 90%和1%的问题 美国人民也已经喊出说 现在是资本主义 应该终结的时候了 这个是人民那种借务 西欧人民为改善待遇斗争 已经在开始 完了 要完了 完了 已经在开始 在欧洲有一个国家 他的警察都走到街头去示威 占领警局 为了改善待遇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在牢内曾经有 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当人民不能够活下去的时候 必定会出来斗争 那这个斗争的结果 必定是推翻 旧社会建立新社会 所以我觉得今后 在眼前这个世界 在动荡的时期 斗争的高潮一定会到来 所以我敬爱的 牧寿同志一生 你是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祝你一路走好 找你的思想导师去 谢谢